好 我們說了今天出了一個新的民調 就是由電子媒體他們所做的最新民調 民調調查什麼 調查政治人物目前的聲量 滿意度跟不滿意度到底是怎麼樣 第一名 毫無懸念 新科 高雄市長韓國瑜 滿意度高達6成2 不滿意度是2成 然後你再給他這樣子看下來 你就會發現 第二名 台北市長柯文哲 第三名 桃園市長鄭文燦 而且這三個人恨不就是說 最近說要互相互通有無 打電話說一起來發展經濟 拼觀光 南進北出 北進南出 對不對 一起賺錢發大財 對 你看鄭文燦他就提出來說 希望能夠跟韓國瑜來合作 所以他也是希望淡化 這種藍綠的色彩 因為拼經濟哪有在分藍綠的 柯文哲也是希望能夠 打破藍綠的僵局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1 2 3名 民調很明顯 台灣人民就是想過好日子 到頭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最後一名 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其實現在的不滿意度 說是有6成4 當然 這可以當作一個指標 就是人民的說話 人民想過好日子的那個心情 到底正式人物 你有沒有感受到 其實從你說的話 我們是有感覺的 當然我認為很客觀的 去看這整個民調的結果 就是說其實選舉剛結束 然後某一些縣市首長 確實都還在蜜月期 如何讓這些蜜月期 保持長長久久 那就是接下來市政的溫度 所以我剛一開始就提到 就是說接下來這幾個 縣市首長 如何把市政的里程碑 把這個大表拉出來 我短期我可以達成什麼 中期達成什麼 長期達成什麼 在你最開始的前四年的規劃 就讓高雄市民 包括鄭文燦 桃園市 這幾個縣 台中市 都一樣 讓民眾看到 我短期中期 可以達到哪些東西 剛剛民學員談到就是說 我不希望只有一次來高雄 我希望大家會願意來高雄 第二次 第三次 那就得靠文化的底蘊 在地的底蘊 憑良心講 現在全世界各國國際城市 都在打城市名片 我們不希望第一次看到 只去這些地方 永遠 台灣只能來夜市或某一些地方 我希望有機會 可以像大阪一樣 可以像東京一樣 我願意來看第二次 第三次 而且我來第一次 第二次 我可能還沒有看完 還不過癮 我願意來第二次 第三次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他需要一些時間 去慢慢的去增加 高雄市的文化底蘊 那些東西是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我必須再次強調 現在高雄每一年的負債 他的稅入大概只有1230億 但他的稅出是1217億 也就是說他每一年算下來的錢 只有剩下13億可以活用 如果只有13億的話 其實他做不了什麼大的建設 如果以我剛才說的 要做文化城市的底蘊 那必須是 譬如說做三五年 譬如說我們全台灣 只是在全世界還有一個 蘭花非常有名 我要做全世界最大的蘭園地區 在高雄 所以全世界運營來台灣看蘭花 這個蘭花地點在高雄 他就需要一些時間去做 如果每一年只剩下13億怎麼做 所以現在韓國瑜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中央可以繼續 能夠像過去一樣支援我 但是我除了靠中央支柱 我自己必須拓展 剩下的3000億怎麼還 所以他剛才就一直講說 我剛剛說3000億 所以如果真的要分年 要185年才還得完 你看看柯文哲 因為我們現在台北市 是沒有負債的 就是過去因為台北市的地 比較值錢 所以有很多能力去還錢 但高雄的土地 它的價值沒有台北市這麼高 所以對於韓國瑜來說 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任務 剛才提到這些 現在這些民調 我覺得如何去維持 它長久的溫度 當然我們認為都現在很多 都還是在蜜月期 很快的期待值 就會變成是一種壓力 所以我說市政的溫度 要保持長長久久有感 但是回過頭來 在這段選舉期間 我們聽到譬如說蔡英文 很多人都希望說 你到屏東就好 你不要到我縣市來補選 因為很多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都說他來變成是一個 票房的毒藥 所以我必須提醒民進黨 如果施政的腳步 跟施政的方向 跟施政的腦袋 不去改變 你所謂說的檢討 但是只是在政策所謂的檢討 我們現在以和氧綠公投 已經過了 他說這是民意參考 他還是堅持 非和家民到2025 所以以這樣的狀況的話 當然會離民意越來越遠 所以我覺得 如果民進黨的檢討 不是真正的檢討 而還是在文青市的檢討 我覺得很快13個月之後 我覺得腳步很快就會看到 民進黨又再一次的敗選 所以也難怪現在地方政府 特別是民進黨籍的地方政府 非常害怕 就開始說 這個通路 要打開所有的通路 沒有圍牆 所以施政不分藍綠 我們要跟著人民的腳步走 所以這種聲音都慢慢出來 而且這種聲音 是不分藍綠的縣市出來 所以現在蔡英文的壓力應該是 你要盡速調整 而且因為現在是所有地方 不分藍綠都包圍你中央 逼著你不要再意識形態治國 逼著你必須跟著人民的腳步走 如果你再不調整的話 我想恐怕連民進黨總統的提名 恐怕蔡英文都過不了 我覺得真的 因為像這個名單 你提出來之後你就會發現 蔡英文其實兩年半前 他就任的時候 還滿高的 想想那個時候他的民調是多少 當然任君哥我們知道 政治人物一定有所謂的 聲量比較高的時候有高點有低點 但問題是你如何在這高低之間 你取到自己的最平衡的位置 第一 第二 剛剛燕修委員不停的提到蜜月期 到底大家的蜜月期 人民的忍受度其實現在越來越短了 如何在立竿進營 短時間內做出成績 其實是不是 現在前幾名也都還滿擔心的 尤其現在這個資訊的時代 很多訊息都是很快的就傳播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譬如說政治人物 只要說錯一句話 馬上網路就傳得很快 但你只要做對一件事情 我相信網路也會傳得很快 所以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政治人物怎麼在這個聲望上面的 高跟低去做拿捏 我跟你講他沒有得拿捏 因為你現在仔細看 就是說現在這幾個名次裡面 最低的那些人 都曾經握過實權 而且民眾都曾經把權交給他們 認為說期待他們把事情做好 但是後來有沒有讓民眾過得更好 其實你看這一次選舉裡面 就很現實 為什麼民眾對於現在的執政黨 他非常的不滿意 因為很簡單 你並沒有把當時民眾對你的期待 化為實質的行為 讓民眾從期待 變成他真正有收到收穫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這一次裡面民進黨他就會怕 他會怕什麼 他會怕說我要趕快止血 不然的話我接下來 還有2020年要選 我接下來還有一個立法委員的補血 但我會講實話 你看到這幾天 民眾對於整個政府的反應 他們是失望的 是難過的 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有搞清楚 你到底為什麼輸 你只希望說我後面不要再輸 這個是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如果你不能滿足民眾的 他真正的那個需求 你又怎麼期待說 我就把內部做一做 搞一搞之後 民眾就覺得OK 這個人下來 我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剛剛特別提到蔡英文總統 當時剛就任的時候 他的聲望高不高 他是很高的 他從慢慢一個補選一個不選 帶著民進黨打贏了這些補選之後 後來到了2014到了2016年 蔡英文的聲調不是很高嗎 結果後來一年之後掉下來了 為什麼 大家對他施政感到不滿意 蔡英文曾經有一段時間 他變成止跌 我沒有講到回升 止跌 什麼時候會止跌你知道嗎 賴清德變成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大家又給他期待說 賴清德好棒 民進黨的救星 他接下來就有辦法 把民進黨也拉上來 所以恩家純 我跟你說 蔡英文就止跌了 確實他一段時間止跌 然後蔡英文再繼續下錯之後 賴清德跟著跌下來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還是沒有把事情做好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眾 對於做官的這件事 以前我們都說做官很大 你知道嗎 官制兩個口 怎麼說都你贏了 現在對不起 口不在你的嘴巴上面 口不在你的身上 發言權在哪裡 發言權不在官方上面 發言權在民眾的身上 民眾可以透過很多的方式 直接把他想講的東西 訊息傳遞出去 民眾接不接受 受眾能不能接受 他傳遞的訊息 受眾自己會判斷 這已經超出了以前說 官方搞一個新聞局出來 跟人家講說 我們今天做了什麼事 明天做了什麼事 拿一個官方新聞稿 大家通通都買單 已經不是這個階段了 所以如果政治人物 他每天只想說 我只是要拿我的聲望說 我今天跌一點 我就來做什麼事 讓他只跌 不可能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 可以因為這樣子做操作的話 我們怎麼可能會看到 這種東西 不可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從這裡面來講 譬如說我們肯定一下綠營好了 有沒有高的 也有 有鄭文燦 他的高高到什麼程度 連國民黨的人都說 他真的很強 你說他平白無故得到這一點 我覺得該肯定 也要給他肯定 所以我覺得從現在政治人物 他對於民眾的態度 民眾很務實的一個想法就是 你可以告訴我很多口號 我也都可以接受 但我真正想知道的是 這些口號對我有什麼改變 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我為什麼要支持你 你光看那些改革的東西就好 年金改革到今天為止 被改革的也不高興 期待改革變得更好的 也沒有拿到 你告訴我這個改革 現在到底達到了什麼 你很少看到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民眾在這裡面 已經用這麼明顯的方式 告訴執政者 其實對於國民黨來講 對於其他政黨來講 他不是也是告訴你講說 我告訴你 你也要小小的 因為今天我可以給你全力 不好意思 四年 我也可以全力給你收回來 現在很快了 以前大家都覺得說 你今天拿到這個位置 執政優勢 連任都是正常的 現在沒有這種事情了 不好就下來